或者聽電話,聽到頸頸,米頸這樣就最舒服了 嘩,這一下,這一下好得 都是不要說話 這裡提供的按摩有五、六款那麼多 價錢不算貴 好像我這個哥爾夫球按摩一樣 一個半小時,只是人民幣480元而已 我全身就做完這個護衣服了 之後就很舒服了 但是外面要見人的嘛,當然要剩好它 做一個護衣服,或者做一個護衣服 如果不是,天帶大家繼續去玩去吃去天啊 那我去變臉了,謝謝你 而我現在做的這個就是水晶能量麵布護理 它能夠加強皮膚對抗陽光和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傷害 都是人民幣680元而已,很划算啊,聖級啊 加油,快起床吧 哇,真的很舒服啊 敷完這個MASA一樣幫我按摩 你看,多有水分,多有膽力啊 然後再喝一杯花椒 你看,我一身這個韓服打扮 是不是很美女,很嚴熟呢? 為什麼要穿得這麼漂亮呢? 當然要帶大家吃這個正宗的韓國菜 謝謝… 不知道我的韓文是否正確呢 去找一個真正的韓國人問一下 這間位於中山火具開發區的韓國餐廳 以正宗為名 很多朋友都會專門來這裡試一下 現在前面這位就是這裡的韓國人老闆娘了 讓我問一下她剛才那句歡迎有沒有說錯 我剛才講的那句歡迎有沒有錯 是對的對不對 那我們是準備了什麼好吃的東西呢 Kachi da se Reseo Kachi da se Reseo 不用再說 好了 由於這裡的老闆是韓國人 所以無論食物和裝修都是絕對正統的 你看我自身在這個食物的地方 是不是以為我去了韓國呢? 我又是否比大祥金漂亮呢 這裡的老闆娘真是很好客 不知道我想吃這個正宗的韓國食物 已經幫我準備了頭一頭有這麼多 只要看泥汁有這麼多種不同的種類 真的看到流口水 我通常吃這個韓國食物之前 都會先吃這個烤肉 我旁邊還有位姐姐專門幫我烤肉 不知道我們現在煎的是什麼 現在幫你烤肉絲牛舌 牛舌 那要烤多久 剛才她已經幫我準備好了 大家要求多少呢 七八成熟 七八成熟 七八成熟就可以了 那要蘸一些什麼醬 蘸大醬 大醬 原來這個大醬是用酸融和辣椒造成的 蘸大醬 油舌 不過不是這樣吃的 很特別的 這裡有生菜 紫蘇葉 還有其他青瓜 還有一些甘筍 那塊生菜 加上紫蘇葉 先加點醬 再加點醬 好香味 哦 牛舌 加上醬 再加上蒜 和芝蘇葉 芝蘇葉的香味很濃 加上生菜 很清的感覺 吃完這些好吃的燒肉 乾 嘗嘗嘗嘗嘗嘗濕一點的食物 之後老闆娘就幫我準備了火鍋 豆腐 豆腐 水姐就是豆腐火鍋 哇 這個是豆腐火鍋湯 剛才看到它在滾的時候 除了豆腐、冬菇、八爪魚之外 有大蝦的 剛才吃了這麼多辣的泡芝蘇葉 很想快點嘗嘗這個湯 很熱 很棒 包著牛肉 豆腐不是那種滑身的 是那種腐皮的感覺 咬下去有些彈牙 加上牛肉在裡面 有些甜甜的感覺 很鮮甜 湯很鮮甜 有牛肉味 還有海鮮 很鮮甜的味道 而且不用怕它油膩 裡面有很多菜 這個菇 冬菇 還有這個 這個 金針菇 小姐 這是人生雞湯 雞湯 哇 我記得當時在韓國的時候 天氣很冷 走進去店裡 吃那個熱辣辣的 人心雞湯 真的整個胃都亂了 看看這裡的人心雞湯 又跟那邊有甚麼不同 你看看 這個人心在上面 雞裡面有多少糯米 把糯米釀在雞裡面 有些人心雞湯和雞湯的味道 味道已經聞到很香 嘗嘗 很滑 糯米裡面還有些紅棗 冬天吃 真是夠滋補 我 我 經過十四集的奇妙旅程 我們潮遊珠三角 和大家遊歷整個中山 跨越多個鄉鎮 感受不同的風譜人情 帶你吃盡中山最好吃的家鄉名菜 相信在你們的腦海裡 一定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 到旅程的尾聲 是不是有點捨不得呢 不要緊 因為新一輯的潮遊珠三角 將會很快和你們見面 到時再繼續潮遊 聽不定 終於來到廣州了 下一集 是全新一輯的潮遊珠三角 我們會帶你去前所未見的廣州 這個同聲同氣的地方 會有數之不盡的驚喜 證通了 它的價值只是需要80元人 廣州的地鐵都很多人 像香港那樣 它現在幫我製造這個 叫做福房香薰按摩 下一集 我士士約定你在廣州見啦